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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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日食 这 这张好看 怎么办这 你好 可以啊 咱们晚上说不定能碰上 日食 可以啊 这张好看啊 这张好看 是吗 嗯 你们俩飞哪儿啊 北京 哎呦 喂 老渔 嗯 这怎么回事这是 不知道啊 夏宇走了之后 就成这样了 估计一个人在这儿 犯相思病了嘛 瞎说什么呢 夏宇啊可是无敌的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就觉得 我自己特别地聪明 做了一件 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到时候夏宇回来 非得感谢死我不可 别是你自己在这儿 自作聪明就行啊 哎 你 你们这些 怎么一点同学情意都没有啊 不跟你们说了啊 到时候你们看吧 嗯 好好好好 全世界就你罗大少爷最聪明 那当然 哎 对了 你们知道吗 今天天文台啊 说晚上可能会晤日食 我们飞的时候 可能正好能碰上 我也听说了 太羡慕你们了 这有什么好羡慕的呀 我们在底下 不是一样能看得到吗 天上和地上看到能一样吗 我们俩在一起 还要飞一辈子呢 肯定能遇得到 谁要跟你一块儿飞一辈子 哎呀 是是是 是我想跟你一起飞 我还想陪着你啊 看遍机舱里 所有最美的风景 怎么样 哎呦喂 这也太直接了吧 就是啊 根本用不着八卦 自己全招了 你们俩飞不飞了 飞 飞 飞 赶紧走 人家想要二人世界呢 没问题啊 我们两个电灯泡啊 马上就闪 拜拜 拜拜了您呢 哎 喂 我现在出去拿啊 那 我先走了啊 这 哎 耳机带发了 紧张啊 有一点 放轻松 知道我的外号叫什么吗 仲夏神奇机长 只要我飞 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 我这不现在还好好的吗 常年的经验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相信飞机 他就一定站到我们这边 别紧张啊 好 准备吧 陆机长 你见过日食吗 还真没见过 我听天文台说 今天可能会有日食啊 你觉得咱飞的时候 能不能遇到 对啊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没问题 太好了 不好意思啊 我第一次见日食啊 而且还是在驾驶室 这么贵宾的观景位置 我有点小兴奋 很多乘客也是第一次见 这样吧 一会儿日食的时候 你做机长广播 给你个机会 那里过瘾 也算是给乘客一个美好的回忆 但是 注意你机长广播时候的语气 一定要温柔 好嘞 没问题 谢谢陆机长 准备吧 准备吧 我再来咱们 专人连及早上 联系近阶 119点05 再见 决定家会给你操控 好 我来操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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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总 赵总 嗯 开始了吗 应该是吧 这陆机长真够神奇的啊 刚一走就日全时了 你把飞机测一点 我做机长广播 你希望也必须观察 好 自动驾驶偷开 各位乘客大家好 我是本次航班的副驾驶 杜涛涛 首先 欢迎各位旅客乘坐我们仲夏航空的班机 其次 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我们全体机组人员 要跟所有的乘客 共同见证一个百年难遇的日全时景象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难忘的旅程 吴迪 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感觉怎么样 感觉挺好的 虽然只是参与飞行程式 不能实际上的操作飞机 但是感觉还是挺好的 谢谢机长 要真正坐飞机的起降 总是有机会的 但你前面还有好多师兄 都没飞过呢 你得排排队 是 陶机长 是你退出吧 好 Golf Power Power 325 请押连 押连 押连 Golf Power Power 625 Golf Power Power 625 联系 119.25 好日子 三位 请慢用 又是这么一点 你啊 也别麻烦了 把整瓶酒给我放这儿吧 不好意思 李先生 飞机上的饮酒量是有规定的 不能负得太多 看来是怕我们付不起钱呀 看来是怕我们付不起钱呀 你还不负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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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都够买你了吧 要不这样 等下下飞机的 咱俩单独聊聊 这位先生 麻烦你立刻向他道歉 你是谁啊 你算哪个聪明 没关系的不假 没有必要为了我得罪客人 听见了吗 人家自己都说没事 你啊 该干吗干吗去 别多管闲事啊 你啊 该干吗干吗去 我是这架飞机的副驾驶 不是吧 女的呀 你们快看 女的副驾驶 你会开飞机吗 作为副驾驶 我有义务告诉你 国家民航法明文规定 如果乘客的行为 影响到机主人员 或是其他乘客的不适 航空公司可以采取任何措施 若是判定你们的行为 危害到航空安全 下飞机的时候 我会立刻把你们交给机场公安 无 无机场是吧 都是我们不对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原谅我们吧 周一先生 麻烦你向我们的空服人道歉 对 道歉 快 快 道歉 对不起 没关系 走吧 有气流 打开安全带指示灯 安全指示灯已打开 找机长广播 是 机长广播 女士们 先生们 飞机飞行途中 遭遇不稳定的气流 有少许填波 请您系好安全带留在座位上 先生 麻烦你先坐下 我来吧 您好 李先生 现在飞机正在颠簸 请您回到座位上坐好 这样比较安全 我就不坐 你能拿我怎么着 小屁啊 人家 人家 你能否还能不能出售 我来 您看 这些事 我会这样做 我去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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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先生 还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 安全带打不开了 你们这什么破航空公司啊 还头等舱呢 安全带都能坏 不好意思 是我们的叔叔 这样 你啊 叫里面的女副驾驶出来 他不停车 你能耐的吗 让他亲自给我解开 不好意思 飞机刚落地 驾驶员家的驾驶舱里 做善后工作 要不我来帮你吧 好呀 你来也行 你说你这么漂亮 你小姐姐做什么空秤呀 要我说呀 你以后呢就别干了 专门伺候我 我大不了好喝好吃 待你一辈子 走行吧 你干什么 看不出来小姐姐腰还挺稀 干什么呢你 你谁啊 关你什么事 你管我谁来跟他道歉 你又道歉 我告诉你 我今天已经道了很多次歉了 你别跟我做晚些事 你都回来你 来 别打呀 来 别打 来 来 任机长不好了 小夏总跟通常舱的 成科打起来了 什么 我马上过来 我先去一下 我先来 有点 我先来 你的水 吴迪呢 吴迪去处理后面的事情了 今天谢谢你啊 那些人也真的挺过分的 一看就是存心的 其实忍一忍也能过 我觉得动手还是不太好 我真忍不了 我也忍不了 可他们告公司怎么办 告就告去呗 我的飞机上的乘客 也不代表公司 我说实话 今天是有点冲动 但是我不是为了谁啊 我就是想维护我们仲侠 他尊严 话是没错 我就派他们大做文章 事情都弄大了 他敢 我还打他 就你厉害 疼 我知道 谢谢啊 接受 小梦 小叔叔 您来运动啊 我正好在附近爬山 我想着你应该在这儿 就身边来看看 下次我也陪您爬爬山吧 好啊 夏宇这个臭小子 从来都不肯陪我爬山 他性子急 他说我走得慢 来 我跟你说点事 好 前几天呢 在我家附近 我发现了一个别墅 虽然面积没有我现在住得那么大 但是也很宽敞 我想把它买下来 你这样 你就把你的妈妈接过来 我们住得近一点 这样呢也可以常来常往 相互也有照应 小叔叔 您的心意我领了 但这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能说 你要是不肯接受的话 那就这么办 让公司来做贷款 你自己买 这样呢 比较划算一些 我不想因为您和我爸的关系 对我就有什么特殊照顾 好 再说了 我妈 她也喜欢在老家待着 她不习惯这儿 就是因为爸爸不在了 所以我才想办法来帮你 这样吧 我倒是有一个愿望 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 好啊 只要是我能做到的 你尽管开口 其实一路走来我发现 想要成为一名飞行员很不容易 我想能不能有一个资助计划 让那些想要接触飞行 但是又接触不到飞行的小孩 让他们更多地了解飞行的知识 也许未来有一天 在这当中 就会有一两个成为真正的飞行员 这个计划好啊 你这就是等于 为我这个仲夏航空公司 来培养梯队 这个想法确实不错 想好别的了 就叫爱飞梦好不好 爱飞梦 嗯 好名字 好名字 喂 闹得这么大 以为我不知道吗 是他们先动的手 我怎么能看到自己的航空人员 受欺负吧 我没说你错 我主要就是想看一看 你到底有没有打赢 我是谁啊 你儿子可厉害了 他们的鼻子都被我打歪了 说正经的啊 用打架的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 对于各方面 可都不是什么好事 行 我下回不会这样了 嗯 所以我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那 这份爱飞梦的计划书呢 由咱们仲夏航空公司全力赞助 帮助那些喜欢飞行 但是又没有机会接触到飞机的孩子们 教导他们的飞行经验 嗯 带他们飞小型的飞机 让他们更靠近他们的飞行梦想 同时为我们仲夏航空 培养未来的飞行人员 哎 真是父子童心啊 对了 高凯呢 会后续跟进父子 他会给你安排帮手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啊 带孩子这个事情呢 我可能没什么耐心 不过既然是有意义的事情 我就愿意去做 怎么说你答应了 答应了 好 好 那回头我马上安排 行 你安排吧 那没什么事我先回去了 对了 差点忘了告诉你 这个提议呢 是肖默提出来的 你们两个一起负责 到时候你们两个 好好相处 同意才跟我说 是肖默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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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董 老李啊 这么急急忙忙找我有急事 来来来 坐 雷董啊 你知道我侄子啊 坐咱们中下航空的飞机 再回深圳的航班上 对呀 与机组人员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吧 李腾是你之饿 是的 而且和李腾发生纠纷的 就是夏不阳的儿子 夏宇 这事我多少听说了一些 我觉得这事吧 一定是夏宇仗势 alcoholic人 而我又不方便出面 你能给我想想办法吗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爱飞梦计划 不但可以帮助 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而且 还能为航空事业储备人才 是一个有着慈善性质的好事 对于我们仲夏航空公司的形象来说 也是有着正面积极的意义 对 我完全赞同您的看法 还有就是 我希望通过这个项目 让夏宇跟肖默两个人联手合作 消除以往的芥蒂 变成好朋友 好的 我懂了 那好 我可就把这件事情全都交给你了 跟进整个项目 有什么事情 随时向我汇报 好的 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也能有机会追寻他们的飞行梦 这就是爱飞梦计划的宗旨 夏宇 你有其他的想法或者意见吗 我基本 算是认同吧 不过我想提出一个 双头马车的概念 这个概念 不仅是培养青少年的兴趣 同时也可以为我们 仲夏航空培养未来的 飞行员接班人 这个想法跟你的不矛盾 只是兼容和包容你的想法 同意 同意 如果计划启动 关于飞行部分 当然是由你们二位来主导 也可以召一些机组人员参加 但是一些行政所事 恐怕你们二位都没有时间顾及 所以我打算请一位 全职的经理来负责 这个人选 我回头去屋搜 我同意 没见 好 打扰一下高副总 邪成的人来了 好 我看他在这里 我看你 我看他在哪里 没有 我看他在哪里 这边就会出来 这边 这边是 我看你 在哪里 我看你 在哪里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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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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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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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对了 我们那个爱飞梦的计划 罗顿也要参加 他能干吗呀 能干的事可多了 买咖啡 送外卖 打小报告 出馊主意 样样他都行 他呀 也就只能做到这些事了 你说什么呢 有这么损人的吗 他也去了 对啊 人家是真志愿者 你 没理由不自愿 怎么样 都谈差不多了吧 都谈好了 孩子们的机票 住宿都已经谈好了 下次直接签合同 看你穿这一身 我还真是不太习惯 是啊 我也不习惯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你也知道 爱飞梦计划 是一个长期的慈善计划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 相对固定的项目经理 除了负责项目以外 还可以给小朋友们当老师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我知道 当时你也是迫不得意 所以才离开飞行的 你心里一直放不下 为什么不再回来试试呢 肖默 谢谢你 但是我现在工作挺好的 我也挺满足的 虽然以前有梦想没有实现 但是现在我也没有什么遗憾 没关系 你再考虑一下 虽然说 虽然说 你怎么也会想要参加爱飞梦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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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宇来找我 我就参加了呀 奇怪吗 那夏宇就没问其他人 就主动先来问你的 他把咱们班的人 大部分都问了个遍 大家也都参加呀 你到底要问什么呀 没事 没事 我就是觉得夏宇主动问你吧 就挺奇怪的 我还在想 是不是上次游乐场之后 你们俩有什么新的进展 如果有 那我也算是功德一贱嘛 对不对 罗栋 我发现你这个人 除了整天给夏宇张罗这个 张罗那个之外 你完全没有自己的人生啊 你如果这么喜欢她的话 你干脆嫁给她好了 别找我啊 怎么好端端的就生气呢 嫁给夏宇 可是中国法律也不允许啊 是 自从上次见面 就好久没有尝到朵卢的手里 是吧 以后你来仲夏办事 都可以过来呀 嗯 原先聊 嗯 哎呀 没想到你居然会选择 跟旅游相关的工作啊 是啊 我这个工作挺适合的 这不跟飞行相关吗 嗯 哎 我今天见夏宇了 他简直就是一个 八道总裁方 他现在也是三道杠了 哇 其实呢 大家都很挂念你 我也很挂念大家 呦 不好意思 我还有点事 那我就先走了 你先忙 那保持联系 保持联系 拜拜 拜拜 走吧 哎 肖默哥那么快就走了 嗯 可能他跟吴迪有约吧 哦 哎 对了 过段时间我就不在这儿了 不在这儿 那肖默知道吗 嗯 他知道 我跟他说过了 他很支持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想开一个属于自己的蛋糕店 自己开蛋糕店 那挺好的 我支持 店的地址选好了吗 还没 其实一切都还在进行而同 要不然这样 我认识好几个新餐厅的人 他们会选地址 要不然我帮你问问 真的 那太谢谢你了 你干嘛跟我这么客气吧 今天我请客 要不然 你陪我吃点 嗯 好 还吃 吃 吃吧 走 这个爱飞梦的计划 我是一定要参加的 怎么可能没有我的份 其实 人都是夏宇教的 那又怎么样 计划不是你们两个负责的吗 我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他偏偏少教你一个呢 换做事以前 他早把我拉进去了 那现在 当然知道为什么呀 那可能 你也得尊重一下他的意思吧 你都不能帮我争取一下吗 不行 我不能公起私用 怎么不行 行的 你跟他说一下吧 夏宇 关于爱飞梦计划 吴迪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我们要不要一起聊一聊 我bird的 真是 哎呀 不好意思啊 于婕 就小小地利用你一下 哎 你想去哪儿 我送你吧 好啊 我回宿舍 哎 最近罗东怎么 没老跟着你呢 他不是最擅长这种局面的吗 谁知道了 跟我说有病了 也不知道真病假病 你知道 懒人是要的 呦 哎呀 好了 爷爷 您住哪儿送你吧 谢谢你 小伙伴 没事 不用 我家就在前面不远 没事的 我给你送过去 来 谢谢你了 姑娘 这挺着不安全 我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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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来推吧 谢谢 谢谢 好的 谢谢 慢点 爷爷 再见 再见啊 爷爷 慢点 你 你这手怎么回事 没事 这不是擦伤的吗 走走走 跟我 跟我上爷爷 快点 先把车都挪了 快 好了 注意这几天 不要沾水 谢谢 等一下 还有一针 打针 对 还有打针 擦伤 还有打针 对呀 你这万一得了破伤风 怎么办啊 那飞机你还开不开了 这 这也太夸张了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你要是感染了破伤风啊 你这死亡率可是相当高的 哎 夏宇 我发现 你是不是怕打针啊 谁 谁怕打针呢 我打呀 那他咋来呀 我发现了 转过身去 趴下 医生 你 你 你 我是护士 我护士 你这么漂亮 打 打手臂呀 打手臂 转过身去 把裤子脱掉 打屁股啊 对 我小兔子 我要去 哎 你们唱点儿去 你就怕着吧你 打针 是 都说不疼了吗 我自博了 好了好了 别生气了 吃点水果吧 你王 我不喜欢吃水果 我要吃米饭 我刚吃过蛋炒饭了嘛 还是有一点饿 还不是那个夏宇 说好我要参加 爱飞梦的计划 他现在就是躲着我 我一跟他开口 他就找个借口溜了 你第一天认识他呀 他不就喜欢感情用事吗 喜欢你的时候 往死了追 现在人家既然决定 要跟你拉开拒你 肯定是躲着你了 我现在是跟他谈公事 他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 公事公办 好了 别生气了 这夏三岁幼稚 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不理你 你就找他呗 反正是公事公办 怕什么呀 那你要那么做的话 就跟他一样幼稚咯 哎 你很了解他 还有我了解他吗 他这个人喜怒哀乐地 摆在脸上 哎 说白了 还是因为他喜欢你 他怕跟你接触多了 说话说多了 他就情不自禁 情难自迟了 好了 我知道了 我改天就去找他 要凭我的立场 这就对了嘛 好饿 水果 不要 真的很好吃 很甜的 你能不能去弄个饭啊 面啊 什么给我吃啊 你已经吃了很多了 我还是有点饿 我太气了嘛 只是你跟他一样幼稚 我跟我妈说 你会好好照顾我的 加颗蛋 找个事 是 我想要参加艾飞梦的计划 好啊 欢迎 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事情 我有其他事情想吗 我还想 表达一下我对艾飞梦 计划的一些想法 等一下肖默开会一起说吧 那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啊 夏总 这两位警察说要找您 夏先生 关于上周仲下航空 回来的航班上 发生打人的事件 麻烦您跟我们 回公安局一趟 协助调查 通知凯哥 为什么 有钱就能仗势欺人了是吧 我告诉你啊 我绝对不可能跟你和解 也不可能让你随便赔钱了事 我呢 就是要搞死你 让你给我跪下求饶 你叫李腾是吧 是又怎么样 你真是白叫这名字了 疼了也不长个记性 我 你给我走着墙 谁要跟他和解啊 再说 他怎么是手受伤了呢 你被人讹着了 知道吗 岂不说真相如何 如果事情真的闹大 不光公司的名声会受损 下雨还有可能会被停飞啊 我听你说 这个事情的起因 是那个乘客 先找吴迪的麻烦 对 他们的目的 就是想包护吴迪 那既然此事因吴迪而起 这样吧 你去把吴迪叫过来 我要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那可不行 这关吴迪什么人 找人家干吗呀 夏宇啊 现在都什么时候啊 我只是要把吴迪叫过来 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这怎么了 这有什么可了解 我说得多清楚啊 人是我打的 跟吴迪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要把吴迪叫过来 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我又不是要处罚吴迪 不管怎么样 这事就不关吴迪的事 停飞就停飞 大不了飞机就不开了 这事全都是因为我 连累了夏宇 这事情也不能怪你 今天处理得很好了 要不我一会儿去公安局 跟检查说清楚 没有对策之前 我们不可以进去妄动 那我们怎么办呀 要不 我去找李鹏谭 行吗 试试看 说不定行啊 那行 我跟你一块儿去 不要 我自己去就好了 不行 那个男的喜欢对女的 动手动脚的 我怕你有危险 人越多越麻烦 我去跟他说一下 我一看情况不对 我立刻就跑